吳宇 你竟然是这样的身份 我就不相信 有你他还能不来 孙大 不行了 表哥 你怎么在这 快救我 你还真是个蠢夫啊 救我 就是我把你绑到这 表哥你疯了 疯了 我是疯了 你别 你可什么都不是 原来赵氏其他 是你原来都给我的 就是你原来叫什么罗宇的 全都毁掉了 你有什么时候冲我来 和罗宇无关 冲你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是真没有想到 这个叫罗宇 既然冒了你一片风险 为了你土造的冰城 但做了赵家的最不逊 如果不是他帮你 这赵氏其他早就是 凭什么合法 真的 赵哥 你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我告诉你 不管他是谁 我反正现在一无所有 我要让你 全都死我造成之地 欧宇 我告诉你 赵他人要在我手上 你不想让他死的话 我亲自过来 赵氏 赵氏其他人 让你比死了还难受 罗宇 爸 自然怎么还没回来 可能是 虽然跟石之珍聊太久了 我现在就去接他们回来 那好 张彪 你可派人去我给你发的地址埋伏 自然被招生绑架了 什么 少爷别急 属下立刻就去 你说罗宇过来 要是看到你被电污 他不会发 就这么死了 你不忍得住他 你不忍得住他 哈哈哈哈 好久不见了 赵小姐 在下对赵小姐那是一见清新的 哪怕什么老公 让我当着这么多人下跪 我还是给人家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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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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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杀你 你 smartest手 你爸 我飞了你 没事没事 我热血 我热血 男丞罗家少爷 就这个实力 你敢打我老子 老子是废了你 哎呀 那你真的打死我了啊 來呀 我求求你了 老子在打他 我憑住了 老子待會再看你 當你還沒看 小妹 如果你想死的話 我現在就有 我們兒子會進來 你沒事吧 我現在少爺不在哪 你幹死 滾巴 少爺 什麼少爺 你不用說了 我都知道 你知道什麼了 我知道你是南唐的羅家少爺 我還知道你有一個 一直沒找到的仇家 我更知道八年前 我救的那個人就是你 我跟在你身邊 我就會很危險 怎麼樣 我以為我能保護好你 老爺 在我還沒愛上你的時候 我就知道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真是個笨蛋 少爺 這兩個人我殺了 你死狗公的表弟又來攔回這事 你死狗公是真要找死了 誰是兩個廢物 連個女人都搞不定 姐 老闆羅家少爺那邊 把您堂地扣下了 殺的也不可惜 死不共 你又在耍什麼把戲 石小姐 這事跟你有關係嗎 給我滾心 老爺 你爸 你快叫我 這什麼老爺 好久不見了 某少爺 你能怎麼出來大戰 當然是跟你送一個 公主我這堂地又做了什麼 你anguard哥快叫我 求撞你了 他是又做了什麼事 四五 你們兄弟倆 看他媽是不想活了 羅少爺 我這什麼也沒做 我這堂弟做了什麼 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 他要是沒有你的指示 還敢對季染下手嗎 什麼 季染怎麼了 嗯嗯 我說 這不行再反正 就滅了他第三條腿 羅宇你過分了 我過分 你想跟著我作對也沒有問題 怎麼不看看你有沒有這個實力 你竟然想對季染下手 你生了瘋了 羅宇啊羅宇 你不會以為我真的怕你吧 可行 你怕如何 你不怕又如何 你啊我還真沒放你 少爺 跟他分手 怎麼 你們還想在我的地盤 跟我分手 那個 司徒共我已經對季染下手了 我羅家對他事不了意 就算你和季染是朋友 我也不會守下留情的 你們都是你們的事 你對季染下手是不是太過分了 純女人 我的事兒還輪不到你查 你 石珍珍 你們石家也不夠如此 剛才羅宇的話你也聽到了 你現在除了幫我 還有什麼其他的吧 石家或許想著手段上位 但我石珍珍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想要我幫你 沒門兒 你還是太天真了 金圈裡面 哪有天真的人 我看天真人是你 司徒共 你錯了 我除了幫你 還有一個選 石家本來的目的 就是羅家 羅宇的話你剛才也聽到了 羅家的橄欖枝 可是拋給我 這個 司徒 你已經回家了 你安全了 不是 我去了 你就睡了一天吧 但是你要是還是很累 可以再睡吧 我表哥他 還有那個沉重 司徒共的表弟 已經被送回去了 你表哥的他 沒事了 羅宇 我知道他做了太多的錯事 我沒辦法再討厚他了 我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 這樣啊 我知道了 既然 你在我身邊太危險了 哪怕是整個趙家都太危險了 身邊無時無刻沒有人想暗殺我 八年前的那拨人 我到現在還沒有頭緒 羅宇 這些話 我不想再說第二遍了 我既然嫁給你 我就願意跟著你 即便再危險 我也願意 除非你覺得我是個負擔 想要擺脫我 沒有 怎麼可能 我要是真這麼想 怎麼可能千里迢迢的 從南塘一直跑到雲城 放著好好的少帥不足 跟你過來的就是當嘴虛 我知道了 當然 自然 我還是想跟你說一下 我身上的故事 我身邊無時無時無刻不會去私負 少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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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邊十二十一軍 有人你不能開封 這是一個谢谢啦